立起身子,然后坐回这个女上位的坐姿 开始主要是你来主导的活动了 该怎么去发力呢?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呢,是上下的运动 这个上下的运动不是单纯这样去靠腿运动的 这样你会非常容易累 虽然你平时可以去健身,可以去强化自己的肌肉 但是这样的发力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以不是单纯的这样用腿去上下动 而是夹臀,夹臀,你的臀部两片实力 夹臀的时候就会动起来,这就是上下动 还有一种呢,就是看上去好像你们的生殖器是没有分离到 但实际上在里面已经在蠕动了 那种是坐下去 你看虽然我现在垫起来的,是因为它底下有一定厚度 但实际情况是坐上去,然后送胯 蠕动 蠕动 有一个前后的生殖器的运动 女生也会非常的舒服 你可以大幅度的运动 放松 整个身体沉浸在里面,你可以手放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 去蠕动 看上去好像是没有拔出来的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前后的运动模式的 而第三种呢,也是男生体验里面最舒服的 就是旋转 旋转 也可以顺时针旋转 这个是男生体势里最舒服的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在这个旋转过程当中 女生付出的会比较多一些 也就容易感到有些累 所以,其实两个人都舒服的话 是前后蠕动的时候 是最舒服的 而且,这种旋转的呢 你的骨骼运动就会非常的大 那就意味着 当男生在下面的时候 咱们坐姿的时候旋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咱们的运动范围不会那么的大 但是另外一种女伤位呢 是蹲姿的 这个是需要点脚的 因为它是蹲姿的 蹲在上面的女伤位 这个时候 如果是旋转的 就比较吃技巧了 因为如果新手的话 这么去旋转的时候 特别是瘦一些的女生的话 你这两块骨头 它的活动的范围会比较大 就有可能会各到男生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不是特别的舒服了 所以在三种发育方式里面 最,怎么说 最性价比高的 其实就是前后的蠕动 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 大家先把这个前后的蠕动 练好 不管是坐姿还是这样的 蹲姿 前后的蠕动练好 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两个人都非常舒服 然后说完下肢的发力方式之后呢 咱们来说你的身体该怎么样 舒展和定位 包括你的上身是保持平衡的 在你享受的时候 你的上肢可以很舒展很放松 那该怎么去放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方法 咱们现在继续保持坐姿的一个驴伤位 然后下面垫起来一些 然后你可以把手放在它的肚子上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从正面去看 它的头在这个位置 它会看到你的身体的肩膀是内扣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的手臂也是把胸部向中间挤的 从前面的视野来看呢 就会发现胸部会更加的饱满 而且整个人显得更加的娇羞可爱 这个呢 就是手臂在前面的时候的一个姿势的体现 而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的手可以放松下来 然后扶着它的大腿位置向后倾 这种其实更加的女王感一些 因为会更加的自信 像是刚才说 这样娇羞的一个手势的时候 对方看到的是一个比较 比较小女孩感觉的 比较娇羞的一个女性状态 但是如果你放松下来 手放在后面去支撑 不管是这样支撑 还是这样支撑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姿势 还有它和它的这个姿势的配合去调整 甚至你可以这么弯手弯曲支撑 只要你不觉得酸就没有关系 这样支撑的时候 你会发觉自己的肩膀是舒展开的 是非常的自信的张开的 然后你的下巴可以随意的去活动 这个时候就像是跳舞里面 怎么样去拔气质 并不是扭动你的脖子 或者你的腰而已 真正拔气质是用你的下巴 去找你的肩膀 然后同样的 你在这样的姿势的时候 你的下巴可以去找你的肩膀 然后完全的放松 享受 闭上双眼 体会那个一直在摸豆腐的感觉 然后当你完全沉浸的时候 你的头还可以非常自然的 随着呼吸向后仰 你的肩膀是整个展开的 然后你的胸部是整个向上仰的 就算它不大 但是你的那种自信和气场 展示出来的感觉也会非常的好 对方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而且很成熟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方式 而且这个为什么说是一个高阶的 比较升级一些的姿势呢 是因为当你能够这么舒展自己身体 而不是这么拘着的时候 你的呼吸是更加的顺畅的 你有更长的呼吸路径 从口腔的进来 没有被卷住 没有被阻挡住 而是非常顺畅的 进入到腹腔 看我肚子鼓起来 进入到腹腔 下沉到你的私处 然后再吐气 出去再进来 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下 当你把这种用肚子呼吸的方式 复视呼吸和你的感受 闭眼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算你没有任何前夕 光这么呼吸两三次 你都会有一种被唤起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的呼吸足够的顺畅 舒展把你整个身体是打通的 所以自信一些的姑娘 跟我一起学 把你的手放在身体后面 然后把身体展开 肩膀展开 肌肉展开 然后两个肩胛加紧 这两块肌肉 两块肌肉 这么加紧 然后整个肩膀是打开 整个肩膀打开的感觉 然后沉浸在其中 完完全全的享受 下巴找肩膀 头往后仰 呼吸 这时候你的整个感官都是打开通畅的 但对方的眼里的话 看你的话是非常的性感诱惑 想要吸吸更多 快点关注分享加赞赏 而天下没有快乐的女人